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跌比較多一點 一定要先看這一檔 其實沒有什麼跌 其實你的股票不一定跌 你注意看 這個是跌25塊 1030 1.55 盤中最高是跌35塊 1020 35 每一塊錢7.83點 你用8點來算 280點 正確應該是275點左右 盤中最高跌346點 你把280點減掉 所以就沒有跌 所以你的股票沒有跌 不一定跌 大概有一半會跌一半沒有跌 但是超過一半是漲 超過一半是漲 超過一半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如果說指數要跌的話 你避開三檔股票就可以 我是說如果 不一定跌 如果會大跌我就直接跟你講會大跌 講一定會大跌 這種話我不講 沒有什麼叫一定的 我是說因為它指標過熱 它必須要調整 你在做一個調整的時候 它現在已經慢慢下來 KD值慢慢下來 到50幾 那基本上要到50左右 那你用空間修正 直接下跌也可以 像這樣直接下跌 空間修正 這個幅度大一點 就打破50 通常都到20 30% 這個地方來 192 91的時候 所以像這種的下跌 這一種的下跌 這個叫正常 因為你漲一段時間要休息一下 你不可能一直漲都不停 沒有這種東西 你就算很多市場裡面很多主力股 它有時候漲一漲也要休息一下 對不對 所以要允許它下跌 允許它調整 允許回檔 那回檔幅度可大可小 我們常常講 一般來講就是 修正有兩種 應該說回檔或修正 回檔就是5%到10% 成為回檔 超過10% 對不對 應該說回檔 就是10%到20%成為回檔 這樣才對 超過20%以上成為修正 那你這個要跌20%還得了 假設這個跌20%的話要5000點 那如果跌20% 指數跌20%下去 股票已經有跌五六成以上了 有些比較會跌的股票已經跌了50% 百分之60% 甚至跌了七八成都有可能 主力股可能都已經跌到原點了 不是說假設 假設 假設如果說它可以 它跌20%下來 那等於20%下來就變空投市場了 但是不預設立場 我是說 不能夠排除這種可能性 但是通常一個大多頭市場 一個多方式 通常都會守季限 因為季限代表三個月的平均成本 三個月的平均成本 所有股票的平均成本在這一條 三個月 三個月的平均成本 那現在目前 投資人所有三個月 你不管買什麼 買賣什麼股票 你的平均成本在這裡 所以三個月期間 做股票的通常都賺錢 這個就賺這個 這個我們稱為乖離 所以正乖離過大調整 叫正檔 那如果要調整是三檔股票一定會跌 這個要承擔 這檔要承擔 但是還沒有跌 我是說如果 我不能保證它會跌 它如果不跌的話 我還能夠叫它跌 川普叫它跌 它就不一定要跌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意思是說台積電這一次 這一波從740 就四月中旬 大盤就是在這個位置 19291 最近的一個低點 最近 我是抓最近的一個 大家比較熟悉的低點 我那時候四月中旬 大家都看崩盤 那時候是兩萬點跌下來 很多人說兩萬點又要大跌 怎樣怎樣 那四月份嘛 就四月 這邊是不是四月 那你記得嗎 你記得嗎 這邊不是有個四月一號 那很多人就是 你就要三月份不是很多人去搶那個ETF 說要搶ETF嘛 很多人去說以後會跟這個一樣會大賺 因為這個之前就大賺嘛 問題是人家是低檔買的 當然是大賺 不是那時候很多人是搶那個ETF 四月一號 三月份去搶啦 四月一號掛牌嘛 高抗嘛 高抗9.76 當天就破發了 這邊不是10塊啊 發行價10塊啊 後來有 後來有 繞了老半天 現在有賺了啦 探兩角文啊 經過了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七月份探兩角文 那不是說網紅說 連發報酬率百分之八 就是一千萬跌倒下去 探八十萬嘛 這百分之八的意思嘛 問的嘛 ETF嘛 你記得嗎 三千千 你記得嗎 元大的啊 有去照信貸的啦 有去借頂存的啦 不然會照保險的啦 不然木了一千七百多億 就是送去送 躺去就元大躺去啦 你賺了什麼王哥 你賺了兩角文嘛 你賺了兩角文嘛 你賺到現在 你賺到現在 你如果在這裡賣掉 你還賺錢呢 我告訴你 我為什麼要拿這個來舉例 對啊 四月一號啊 指數在這裡 20222 指數現在拼到最高 兩萬四千多 起四千幾點 起四千幾點喔 你如果買這個 大躺 這叫做台灣50 就指數型 這不是高股息的 這哪是高股息 這就是指數型的啦 那時候都沒有人要指數型 都喜歡這種高股息 這種叫高股息啦 這叫高股息 分中金的叫高股息 用平准金 用平准金 在自己錢給自己的啦 要賺兩角 其實手起四千 你也賺兩角文 兩角 要不然好價錢 再賺兩角 一窩蜂嘛 那現在指數在這個地方 我如果說指數這個地方 是一個高檔 你也不認同啦 因為 你高檔 有人說一萬八就高檔 兩萬就高檔 我講的是 不是說指數是高檔 我不會講這個 我只是跟你講 指數指標過熱 技術面鈍化 我跟你說的是這樣 我沒有跟你講高檔 我都主張追高了 怎麼會叫你高檔呢 我聽不懂什麼叫高檔 高檔是自以為的嘛 自以為是啊 怎麼叫高檔 什麼叫高檔 八百塊台積電 就有人說它是高檔了 五百塊也說是高檔 什麼叫高檔 你是以預設立場 是高檔就是高檔嗎 不是 市場說的高檔才是高檔 市場到時候表現出來的價錢 就是 才是真的嘛 我們收了都不算 那老實說 如果說要跌的話 假設要跌的話 它大概最多會跌到哪裡 我要講的是這個吧 如果跌個兩三千點 就要正常 如果跌個一千點以內 雙千曲到 如果跌一千點以內 那就以盤代跌 盤整 用盤整 用盤整 用橫盤的方式 拉長時間 比盤代跌 那如果用空間修正 它切下去對不對 它在這邊就會有支撐了 那這裡大概也才兩三千點 兩千多點而已 頂多打破機線 打破機線沒有關係 機線跌破沒有關係 因為機線只要向上 它有沒有跌破都無關 都沒有關係 它打到機線下都沒有關係 因為這條線是往上走的 它扣底值不高 扣底值還在這裡 這麼低 這個位置 那你希望跌下來這邊 這邊都有扣底地值 所以這條線不會轉彎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真的會跌下來 是這檔 這檔一定會跌的 如果我說如果真的跌下來 這檔要承擔責任 因為它這邊漲了 它這邊漲了340塊 就漲了2千6百多點 那五千點裡面 它就漲2千6百多點 它不用還人家 當然要 如果指數等一下 它要承擔 那另外第二檔就是這個 有三兆的市值的 它也不少 它從這一波 137.5 我是相對的位置 234.5 這邊也跌不少 它也要承擔 它也要承擔 這三檔都要承擔 這三檔都要承擔 一二三嘛 那誰不用承擔 它不用承擔 它哪需要承擔 它根本不用承擔 這幾天我只會跟你說 我說你如果很保守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 驚風機閃閃閃閃閃 很保守 你就研究看看 這是好股票嘛 老實說怎麼都獨立 就是好股票獨立 我就叫你注意看看 就叫你注意看看 看起來 呀 不過大家也知道好股票 就是因為這樣 我要注意看 代表放量 如果說服物買貶蓝 我就說不是這個東西 當然買貶���zia 要承擔 那 chron像 那個阻力股 自己看 AKC 決意元 這個不會協成 97 困難啊 搞不好那麼 could 很久才會一次啊 你看這個 可不可以這幾天 你如果聽我的話 不要賣就亂買 買這個價錢也賺 我告訴你 你買這個比這個比較好賺的 這拚三四個月賺兩角圓 拜託耶 這個好幾塊了 這搞不好快10%了 不能上升 你說大半的上升 這樣去 不能上升 這是好股票 當然也是好股票 股票價格就是這樣 因為它景氣徐皇股本來就這樣子 它賺錢賺得多的時候 它股票價格就要高檔 那現在賺得比較少 塑化股現在賺錢就很難賺 當然也是去用調整的 而且很多ETF都放股 當然它會被賣下來 所以台塑世保不是都長這樣 連個中鋼也是這樣 你也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研究看看 你研究這個幹什麼 川普去研究就好了 錢三四百塊 四五百塊 我們都在說了 今天錢規劃台積電有什麼好推薦的 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節目線 絕不誇大績效華仲取寵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來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貫通國際投顧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團隊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績效華仲取寵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來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貫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回到這邊 現在我們的操作 我是建議各位多看操作 持股一直降低比例 不要人家在那裡操作 說什麼股票漲停盤 什麼股票漲停盤 說的不好 你手頭一百機股票 有幾機漲停盤 機都跌停盤的手法 或者是每天換來換去 每天一直叫會員買這個買 這個賣這個買這個賣 那種工作我們不願意玩 那個只是在騙錢而已 騙人家入會 參加會員 你當你參加了會員以後 你就知道說 根本就不是這一回事 很多老師都是這樣玩 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們也不講誰 今天買明天賣 今天買明天賣 當天當天當天 說我哥來當天 你跌停我們沒話說 跌停我們沒話說 你每天都賺 你要騙誰 騙誰 少來這一套 我們是真理跟你講 我們怎麼操作 當我們壓滿檔的時候 就是滿檔 現在指數在這個位置 我們會害怕 我們零可少賺 我們不是不敢操作 因為變數太大 你不是要盤中 亂來扁 亂來扔去 對嗎 主力股這樣 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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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都有感受到 又台積電在控制 控盤 控那個指數 其他股票亂跑 你怎麼分析 因為表示指數實在是 這種隱藏的賣壓 實在是很大 市場很緊張 那我們幹嘛 我們就退出現金出來就好了 有賺就好了 等到以後再買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還是有持股 只是說一直要降低 降低少一點 對不對 我不是跟你說 說我們有這一檔 對不對 我們昨天也有講 我們也有這一檔 我上禮拜 我不會剩三支股票 其中有兩支是這兩支 而且我創那天禮拜五 上禮拜五 這一天通知買106.5 昨天大漲今天跌 沒關係 我們還是跟各位分享 另外一檔我就不講 因為成交量比較少我就不講 當然我們不是說這三檔不動 我們其他股票我們會做短限 像這禮拜我們就盡量做短限 風險高 追求利潤大家都要 問題要承擔這麼高的風險 我們不要 對啊 你說這支股票怎麼會回撤 你實在是傻的 我就要看技術指標 它這樣子雖然漲得慢 可是它也在指標很熱 這兩天也過熱了 所以你要讓它回一點 讓它調整讓它盤一點 但是如果你用 你用周K線來看 這個叫破小最大紅 這個KD值剛上來 這問題就不大 你要注意看這個 你要看中線跟短線 中線是這樣 這破小最大紅 這一根是有效性的突破 那這個是短線來講 它都已經扭轉方向了 你下一次的買點就在這裡了 我們在7月份買一次 6月份買一次 我都跟各位報告過 一次是買2670 一次是買2530 跟各位報告過 我們不會在乎它調整 我也跟各位報告過 再加上TG也講得很清楚 就是昨天已經先講了 當這一檔股票 因為這檔股票 短線 我講的是短線不是中線 短線 較大的壓力是在這裡 就是這一根大量的這裡 短線來講就要挑戰這個位置 那挑戰成功以後 對不對 它會再漲一波出去 那個地方才會形成賣點 就是我之前跟各位講到的 當然這個價格都調整了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的 形成一個賣點出來 你不要太早賣 我勸你不要太早賣 那說到大盤要大跌怎麼辦 大盤大跌它會大漲 大盤大跌它會大漲 我沒騙你 因為大盤在大漲它在大跌 就是這樣這麼一回事 所以到3135那個位置 我先講3135位置對不對 我們會推出一個活動 而且是當天有效 當天我在這邊都有講 所謂當天有效就是 你參加三個月加三個月 參加三個月加三個月 不是什麼參加半年加三個月不是 或是參加一年加三個月都不是 就是參加三個月加三個月 而且你手上要有這檔股票 一定要有證明 那我已經跟各位講 你可以先預約報名 在哪裡報名 在這裡報名 好 我貼文我講得很清楚 我要認證 為什麼要認證 我要確定你有世心 你不能說老師要等到那一天3135打證之後 我再來買世心 那不算 你那一天才買不算 都不算 不然要三加三 就是要先認證啊 認證要不要馬上參加會員 當然不用了 叫認證你聽不懂 取得號碼牌的意思就對了 我認證 我認證 三個月加三個月嘛 當然有個說我沒差這錢 稍微花錢 當然啦 你好幾個人你當然沒差那錢 但是有的人覺得 多減嘛 對不對 看人家的個性 也不可以趕嘛 2870你就畫3135 我是說 達證的時候 我沒有預設立場 我是說達證 其實如果沒有到一支停板 也不到一個停板 剛才剛才有這麼多 沒有這麼落 你讓他休息一下嘛 讓他休息一下 讓他休息一下 這樣不行 我沒辦法 我何必剛才說 這支就是破曉最大 這個要有量才有用 那現在第二個禮拜 再調整 短線挑戰這一根 長線絕對是挑戰這裡的 但是老師我乾脆就報到過高點就好了 也可以啦 但是你要忍受這個經濤害浪嘛 我是講說你最好是做價差比較好 比較快樂一點 不然你報上報下 你上去就下來上去就下來 你也是很辛苦 很費氣啦 不是不行啦 是可以啦 但是我們準備帶會員價差操作嘛 我們到時候會上去以後 到力道受足 我們會先建議先賣出嘛 回撤再買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支呢 這支不行嘛 這支本來就不可以去 你拆拆了 我從來沒有這樣 也不是看得很 沒有在看就很重啊 那多敢懵算而已 因為現在我比較保守嘛 所以買基期比較低的比較好啊 就是這樣的意思而已啊 那你說如果老實說 我一些股票要追高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但你要設停損就好 你不管追高還是低階 你都要設停損點 都要設停損點就好了 我不會阻擋你 我不會建議你不要追高 我是鼓勵你不用害怕 追高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設停損點啊 你懂我意思嗎 重點你敢追高 你要敢設定停損點啊 你都不動作 那你追高幹嘛 你知道我意思嗎 多看少做啦 那指數也不一定說 一定要大跌啦 以盤待跌也可以啦 不要預設太多立場 不要預設立場 你說老實說今天大跌 是不是因為川普說 這個什麼台灣 沒有交保護費 你少聽那些媒體亂扯了啦 扭氣人家的意思 他不是這個意思 他本來就是 他講話本來就這樣啊 有什麼好奇怪的 這今天本來就要大跌的啊 台積電跌兩三百點 他大盤不用大跌 你自己用太多 台積電跌兩三百點不行 台積電跌個兩三百點下來不行 那漲那麼多不能讓他整理一下嗎 台積電漲那麼多都不能整理一下 不是說台積電一千塊貴不貴的問題啊 是這個地方你去買台積電你的風險 會比較高一點點嘛 你等到回撤再來買不是很好嗎 加入好友Telegram19308超級大贏家 我想我們操作上也不是主要 也不是做台積電啊 但是你有私信這檔股票的話 對不對 你這個在Telegram裡面報名 了解我意思嗎 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明見 我們下一個人的心情 我會不會再… 我會不會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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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